老杨到处说 欢迎我们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杂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到里面了解一下 谢谢理解 谢谢支持 我们的这个节目有谈香港 有时候点击率不是太高 但是呢香港有香港的问题 不谈也不行 毕竟我跟这个城市是有很深厚的感情 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 还会再继续生活下去 夹缝中的香港防疫陷入了两难 百业带兴人心不稳 香港的蓝蹄不断 唱高调解决不了问题 远景勾勒的在美好 当务之急还是需要认真的面对 跟新加坡改变清零政策 转的采取以病毒共存的政策不一样 香港至今能采取坚持清零政策 跟北京的清零政策是靠近 但是这段时间奥密克隆西 进入了香港 过去这零行病例的香港 现在每天升增加过百病例 三百多了 港府这奴隶大敌 开始收紧防疫政策 香港现有的防疫策略 就成了争议的焦点 新加坡这个国家 它跟你这么玩 它的国家就没了 所以它只能开放 但是香港可以相类比的 就是相信它们都是一个城市的性格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彭博社27号 引述了香港欧洲商务协会的一份报告草案 香港的玲珑冷策略让大量的国际员工和高管出走 预计它的规模 可能将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 作为亚洲中心 尤其是亚洲金融中心 香港跟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隔绝状态 可能要持续到2024年 最有可能的情况 要等到中国大陆完成 性死疫苗的研发 为14亿人口接种之后 就N-R-N-I 性死疫苗 就復必泰 叫灰类这个性质 不是科兴国药 欧洲商会 代表了香港2400多家的欧洲企业 它不是第一次对香港防疫政策发表评论 商会去年8月后就开始写信给林郑月儿说 公开批评 严厉的防疫政策 将威胁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促使部分的公司考虑撤出香港 美国商会也有同样的日常 美国企业在香港设立公司和投资 历年来都是前几位 前一位前二位 能不能注意到 跟香港经贸金融业 有着密切活动的欧美国家 过去一年 陆陆续续进入了以病毒共存 但是香港是背靠大陆 仍然坚持动态清零 这本来是一个东西河壁 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 左右逢营了香港 现在变成没有左右逢营 而是左右为难 他选择靠向大陆 防疫措施给在港的跨国人士 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当然他们对大陆 而对香港的防疫政策就会很多批评 路透社也报道 越来越多的猎头公司和行业主管 表示 有更多的外籍人士 因为防疫措施而考虑离开香港 全球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 律师事务所的许多员工 有可能在第一季度领到了联中奖后离职 香港的美国商会最近有一下会员调查显示 超过40%的受访者说 他们有更大的可能离开香港 大多数人认为是国际旅行 限制之首要决定因素 三分之一的受访高管的填补一些 职务方面遇到困难 延迟了在香港的投资 人才如果走了 他是会受影响 显而易见 完全由中国人的顶替这个岗位 也不太现实 香港的英国商会 去年的12月公布的调查显示 员工的变动率相当高 而是要异常高 80%的受访者表示 一直在香港寻找新员工 70%的受访者表示 将人才带到香港很困难 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香港 对外籍人才的流逝 并不是都毫不在意 《金融时报》也报导 香港军农管理局的高级官员 成为自掏腰包送礼 安抚 对隔离措施不满的外国银行的高管 拜托拜托 拿自己的钱 特首林郑月儿去年10月混 也讨论相关问题 也做了明权的选择 恢复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免隔离通关 比恢复国际商贸往来更为重要 他讲政治了现在 舆论指出一个现实问题是 除了外部的舆论和人才流逝 做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 香港内部对清零的防疫措施 能承受多久 人们打了无数个问号 好了 最近 奥密克隆在香港社区乌春 大规模出现 通关 尤其在大陆通关遥遥无期 香港就变成很尴尬 跟大陆通关不可能 又一直饱受外商的批评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越来越受到威胁 我们今这两天 读到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 本地的一个自制啤酒的 一个创办者说 商品租金 劳动力成本上升 以及封锁 已经指香港成为世界上 最能经营的市场之一 它的啤酒花卖牙 就在船上 没有人把它卸货 香港货运的物流业的 这么一个协会说 21天的隔离期和消灭 奥密克隆的目标 造成了空勤能源短缺 导致物价在未来几周 而上涨30到40 林郑月儿也发出疫情 由于香港的空运承受力大幅下降 包括生鲜食品 电子产品 药物要低靠空运输港的产品 价格要飙升 甚至出现吃货 而且几乎没有一架货运的飞机降落在香港 现在六点 六点以前要关闭餐馆的堂食 里餐饮业备受打击 现在生意已经下降四成 三月四月可能会出现一批接业潮 旅游业就不用说了 本来邮轮现在都停了 公海游没了 在经济民生和生活 生命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是新冠病毒给各国政府 带来的最大的考验 香港现在处于东西方左右 夹击 要不要调整政策 舆论也开始在探讨 欧洲商会的去年 就建议香港政府 接纳与病毒共存 定立清晰的退出防疫措施的策略 放宽所有已经接种了 疫苗旅客的隔离检疫的措施 强调严谨的检测工作资源 有助于重启国际和本土的商务 袁国勇最近发言很多 也就是专家顾问了香港政府 个案清零不是目的 要持续抗疫 唯有接种疫苗 迫使病毒减弱毒性变伤风 才能跟疫苗跟病毒共存 明报文章说目前在香港 清零不切实际 并且修订黄疫的策略 急误那是提升疫苗的接种力 接种了疫苗 康复有了烫体 过正常生活 很多人愿意去打疫苗 但是如果打了疫苗 还要停业 还要禁足 谁会去接种 香港现在总体的总接种力 7成 还没有条件实现 以病毒共存 是关键是高风险人群中 70岁到79岁的长者 接种力只有5成 80岁以上只有2成 一旦感染 要加重整个医疗系统的压力 拖垮整个公营的医疗 当然大家也知道 大陆强大的内需市场 是香港经济恢复 缘起最大的动力 当然也必须跟大陆 紧紧靠在一起 所以呢 大公报 甚至把它上纲上线 西方舆论力在攻击 香港清零政策 是把疫情武器化 政治化 是在挑拨香港和大陆的关系 缓中乱港的延续 也就是香港特级政策的麻烦 不仅要从整体经济利益考量 关键还有政治因素 不讲正还不行 香港有一个没有组织形式的 有组织形式的叫紫经党 香港现在夹在中西之间 不可能同时满足双方的要求 僵持之下叫里外不是人 香港这么下去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香港难道就可以在 一国两制时间吗 有70%的人认为要跟病毒共存 香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移民的现象 退学不仅是小学幼儿园 现在中学大学也有了 其中学士生本科生占利最多 超过85% 巴索大学中 理工大学退学人数最多 有518个人中途退学 香港大学中文大学 城市大学超过400个人退学 进会大学飙升的幅度最大 增幅达到37% 科技大学香港大学达到30%以上 气学原因很多 什么理 找个理由就不玩了 家庭测什么之类的 没钱教书 也没钱上学也可能 那么现在对香港政治民生经济状况的评价 市民的满意度 分别为-29 -37 -45个百分点 对政府的信任度下挫 信任比例36% 为2021年9月来最低 不信任的比例达到49% 信任增值为-13% 13个百分点 好了 外资撤走 人才流失 既不能失去 强有力的大陆的内需市场 又不能因为长时期的清零政策 跟外部世界逐变脱离 平密的接触互动交流 所以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怎么维系 怎么窃保 要面对的 不仅是特区政府 也包括中央政府 早期 一个鸿门宴 一个姓红的全国人大代表 搞生日party 大家去捧他的场 凸显的香港政治生态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在宴会中逗留时间最长 这个人他本身是参与和处理 负责政府的抗议工作 他自己的以身事法 特首就要求 他的调查完成的不得复之 估计他会拿来祭祈 拿他来立位 习英伟呢 他不是公务员 他是政务官 是政治任命的 这个人呢 是香港民建联的副主席 参加鸿门宴的有14个官员 20个立法委员 立法议员 怎么处理 怎么服众 怎么让老百姓信服 老百姓看着呢 香港 750多万的市民 无数个商家 35万家的中小企业 包括大财团 没有太多人会去过问政治 所以赶牛呢 玩食 这是普遍的心态 我能活下去 能找到一碗饭吃 香港后续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成败 暂且不论 先破解目前的两难再说 破不了目前这个两难困局 谁来当特首 也没什么用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吃一片 再说 这边 不是 什么 这边 不厚的 问题 为什么